第四季節 胡蒙的家究竟是怎樣的? 我期待 汽州草原這麼大 他們家一定是豪宅, 很大… 很大… 一定有很大的廚房和飯廳 前面就是胡蒙的家 胡蒙突然間不見了 難道他們會忍生術? 難道他們是魔法師? 小熊熊非洲冒險日記 第二集第四季, 胡蒙與我 你知道他們住在哪裡? 哇… 他們對我們很好奇 大家一晚在這裡休息 明天再認識新朋友 胡蒙在做什麼呢? 做運動, 減肥, 保持健康 口乾乾想喝水? 還是在找地下寶藏? 在這麼乾旱的地方 胡蒙會畫出潮濕的樹根 吸住裡面的水分 懂得這樣喝水真的很聰明 在掘著樹根的時候 另外兩隻胡蒙站定定 東張西沒人這樣做什麼呢? 這次還不是找食物? 坐得太久要站著 不是很容易有肚腩的 一眼關七 一定是在做哨兵 他們是哨兵 在危機四伏的野外 由哨兵觀察有沒有敵人入侵 那其他胡蒙就可以安心地找食了 胡蒙好像我一樣 也有長長的尾巴 可以幫助他們站直直的時候保持平衡 他們都去哪裡了? 胡蒙住在四通八達的地洞裡 他們家裡有很多出入口 我又想做哨兵 可不可以借個望遠鏡給我? 我? 好啊 有兩隻小胡蒙在玩 有蛇啊 今晚的蛇是胡蒙的天地 現在來攻擊他們 大蜜, 我們去吧 好, 我會把煙圍圍繞著 讓其他胡蒙來幫忙 好vem 大蜜, 你保證 breaks 快速轉圈,看著來 退出了 快速轉圈,看著來